今天我摸到了一个期待很久的东西 就是联发科的天玑9000 这是联发科第一款真正的旗舰SoC 直接对标隔壁的骁龙8正义 我相信各位一定和我一样 就非常想知道 发哥这次到底冲击高端能不能成功 本来我以为明年才能拿到机器 结果非常让我意外的是 联发科找到了我们 希望我们提前去试一下天玑9000的工程样品 那我可太乐意了 于是我们就拿到了这台长得非常奇怪的工程机 这里面搭载的就是天玑9000 那咱们也别多废话了 惊喜都拿到手了 还不赶紧来试一下看看 这天玑9000到底能不能打得过骁龙8正义呢? 你看这个工程机长得非常硬核 里面甚至你还能看到一点点铜箔 正面的屏幕长得也非常硬核 这是内部测试团队用的工程机 完全和零售机不一样 包括它的LCD屏幕长得也很特别 内部也没有用到均热板或者铜管之类的散热材料 天线也不太好拿来测5G 这个应该说是一个相当原始的工程机 对于这次测试里面像是设计耐久的降频测试 还有像5G的测试 这些我们暂时是做不了的 这些悬念是要等到零售机上射的时候我们再来揭晓 但是CPU和GPU的性能最重要是它的功耗表现如何 包括实际游戏中的一些表现 我们今天都能看得到 怎么说 咱们这个素质三连是不是先安排一下比较好呢? 不管怎么样 咱们还是来聊一下架构部分吧 天线9000是联发科有史以来做过的最高端的手机芯片了 这点在它的规格上体现了淋漓尽致 超大核Cortex X2 中核A710 小核A510 光这么看的话你可能觉得它和8G1已经差不多了 但是联发科给天线9000配备了超大的三级缓存 8兆三环 相比之下8G1只有6兆三环 上一代的88更是只有4兆缓存 系统缓存SLC 天线9000也给到了6兆多于高通的4兆 更大的缓存对缓解CPU和内存之间的通信瓶颈至关重要 哪怕你CPU做得再大再牛逼 数据如果进不来CPU在路上堵车了 那你不还是百搭吗? 我们已经在许多场合证明过了大缓存对CPU和游戏性能的重要性 所以我就特别期待天线9000 待会儿在游戏里的表现 除此之外 天线9000的三颗A710中核也给到了2.85G的高频率 比8G1的2.5G高出了不少 这么高频的中核真的能压得住吗? 我对它的功耗还挺好奇的 另外在之前透露的PPT上 联发科看似是给每个A510单独分配L2缓存 但是关于这点 我专门去问了一下联发科的工程师 那个图应该只是一个示意图 实际上天线9000的A510小核依然用的是ARM的共享设计 两颗核心共享512K的L2缓存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天线9000采用了台积电的4nm工艺 应该说这大概是它能买到的最先进的工艺制程了 你看着高通和发科 这次同一代处理器架构 一个用三星 一个用台积电 那我们终于能够同场竞技 清楚地看一看三星和台积电工艺到底差多少了 天线9000的CPU部分总体来看似乎挺有料的 至少从规格上讲 是全方位的比高通8G1来得更猛 不过高通这次的优势在GPU部分 而天线9000的GPU部分又如何呢? 这也值得好好聊一下 天线9000的GPU用的是Arm最新推出的G710 MC10 有的人会觉得这个规格好像不大呀 怎么才10核啊 709000都24个核了 其实呢 不是这么算的 因为G710这代开始 GPU的设计上有很大的改变 本来每个Shade Core只包含一个执行单元 在G710上变成了每核包含两个执行单元了 今年这个10核实际上有20个执行单元在里面 再让新的执行单元本身也有一些效率上的提升 所以每个核的分量相比往年重了很多 除此之外 G710本身也有一些架构上的改进 比如说升级了纹理单元 使得纹理性能提高了一倍 再比如这代引入了CSF命令流前端 用来处理绘制调用的命令 在马力GPU上驱动开销一直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过多的绘制调用会给CPU带来很大的压力 其实我们在去年测原神的时候就有聊过这一点 如果能在这个方面做优化的话 那对于CPU来说会起到减负的作用 严格来讲 其实从G770到G780再到G710是同一代GPU架构的迭代 但是G710看起来的变化并不小了 比我们预期的要多了 这次发哥到底能把GPU做到什么程度呢?待会我们就知道了 除此之外天玑9000还能支持到LPDDR5X内存 最高7500MHz的频率 不过我们测的这台工程机用的依然是6400MHz的LPDDR5内存 除了CPU和GPU之外 发哥还表示对ISP做了比较大的升级 新的Imagic 790ISP也可以像高通一样处理18位的HDR视频了 并且它也是三ISP的设计 可以同时处理三组影像 再者就是AI单元相比上一代提升了4倍的性能 基带也做了升级 现在可以支持到最高7G的下行速度 并且在省电方面做了很多优化 这让我非常想看一下零售机在5G下的续航表现 不过我们今天针对工程机的测试 主要还是围绕CPU和GPU来进行的 首先自然是要看一下Geekbench 5了 咱们看看CPU的表现 哇 发哥这个CPU可以啊! 多核4474分? 哇 这比骁龙霸镜1高了17%啊! 这个多核已经超过了H14的水平了 牛逼啊发哥啊! 单核部分相对还是弱了点 1287的单核分依然是敌不过H3 但是要比高通那边依然强出不少来了 果然咱们发哥终于站起来了嘛! 可是光有这个性能也不行 功耗是不是也能战胜高通的? 我们把Geekbench 5的功耗调出来看一看 哦 这个就有点意思了 天玑9000的平台功耗还是不低的 这个多核可以飙到9.8W了 这个显然不能算节能了 但是你看高通那边用11W多的功耗 还远远跑不到发哥的CPU性能 这样算下来发哥这次的能耗比也还算OK了 更能说明问题的其实是单核功耗 天玑9000跑单核的平台功耗3.5W 比起888都要来得更低 更不用说8G1的4.2W了 这颗X2大核的规模可一点都不小 发哥还把频率定的这么高 这样看来这个能耗比确实表现挺不错的 这一波发哥是用一个还算能接受的功耗 达到了整个安卓阵营最强的单核性能 多核是直接放飞自我干到了A14的水平 说实话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我没想到你跟高通同一个架构 居然能造成这么大的差距 该说是发哥堆料堆得够横呢 还是台积电工艺牛逼呢 那么悬念现在就来到了GPU上 这颗GPU的表现如何呢 我们跑一个GFXBench Aztec Runes的测试来看一下 果然天玑9000的GPU这次还是打不过骁龙霸进一大 这也是夜要之中了 但是它们两个差距似乎并不大 甚至于天玑9000这颗GPU也已经达到了A14的峰值性能水平了 这显然还算不错啊 这个是OpenGL下的表现 我们再来看一下Valken Valken下天玑9000的GPU也有一定的性能提升 不过幅度没有那么大 相比之下高通8G1在Valken下的优势会更明显一点 但是不管怎么说天玑9000的这颗GPU绝对不差了 其实我们本来估计它的GPU应该是完全追不上高通的 最终这个表现可以说是已经超过我们预期了 确实还算不错 但是光有性能肯定不够 对吧 功耗能不能控制住呢? 哎 发哥这个GPU的功耗好像还可以啊 8.2瓦的平台功耗不是和A14差不多吗? 相比高通那个11.2瓦发哥这个表现似乎也挺好啊 不仅GPU的峰值性能达到了A14的水平 连高频能耗比都达到了A14的水平 那这颗GPU的表现还算是挺给力的啊 我们后来又做了一些分析 认定这颗GPU的运行频率应该是在800-900MHz之间 和Exynos 2100和Google Tensor的定频差不多 对于马力GPU来说应该算是一个中等偏高的正常频率吧 G720 MC10在这样的一个频率下 跑出了比上一代24核还要强一节的性能 看得出这一代的马力GPU确实感劲不小 并且得益于台积电4nm的帮助 天玑9000的能耗比也还不错 这样看下来天玑9000好像确实带来了不小惊喜啊 CPU性能干翻高通功耗还更低 GPU性能虽然不及高通 但表现并不差 并且能耗比优势巨大 这波真是太让人意外了 我是完全没想到啊 不过实际游戏性能可不光是看着一些峰值的 而是看着一个整体的表现 那么天玑9000打游戏到底表现如何呢 还是要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原神 老样子 最高画质离乐港跑图30分钟 在这之前我也数了一下毛 看了一下分辨率 这台天玑9000的工程机和8G01一样 遭遇了新平台不识别的问题 游戏是以640P的最高分辨率运行的 而中画质则是5658P没什么问题 这样也正好可以直接对比天玑9000和8G01的表现了 从游戏帧数的曲线来看 天玑9000可以在前7分半的时间里接近60帧去运行 这个显然是之前的联发科平台从来没有达到过的 和高通8G01的测试机相比 发哥这段曲线要波动的稍微更大一点 没有像8G01那么平滑 但如果你看功耗的话 天玑9000的工程机这段60帧的整机功耗是6.8W 8G01是7.5W 所以8G01坚持了3分钟就退出战斗了 天玑9000这台工程机要坚持得更久一点 大概7分钟左右开始降频 后面根据这台工程机的调度策略 X2大核会降得比较厉害 所以基本上后半段它的帧数就50帧不到了 这段整机功耗也相对更低一点 大概是5.7W左右 从上面的测试不难看出来 天玑9000有潜力可以跑到原神60帧 但是仍然对于手机的散热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尽管它跑到全化着60帧所需的功耗要低于高通 但手机机身仍需长期承载6.8W的发热 才能够支持原神60帧 这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还试了一下把画质降到中画质 这下原神的表现确实好了很多 前6分钟可以完全不降频贴着60帧跑了 从6分钟到15分钟这一段 则是在55到60帧之间波动 再往后直到30分钟测试结束 则是维持在50到55帧之间 从帧数的角度来讲 发哥这台工程机的帧数曲线虽然比较平滑 但平均帧数是要低于骁龙8-1一些的 这俩在原神里的性能其实差不太多 或者说高通的极限可能更强一些 而发哥的优势主要是在功耗上面 天玑9000中画质平均整机功耗5.8W 对比高通8-1的平均整机功耗6.3W 发哥的功耗会来得更低一些 但我认为这两者在原神的表现算是半斤八两吧 最终谁更流畅主要还是取决于终端厂商的调度和散热 最后由于光明山外的能耗比测试暂时还做不了 所以我这次就跑了一下王者荣耀全开90帧 简单看一下中负载的能耗表现 由于8-1和苹果那边的王者荣耀都没法跑90帧 所以我这次主要对比的是888和麒麟9000 帧数什么的就不用看了 现在的手机跑这个还是非常轻松的 主要是看能耗 丝毫不意外的天玑9000的中负载能耗优于888 而且还低了不是一点半点 王者荣耀的90帧整机3.5W 比起888的4.1W明显要低得多 这也意味着它干掉了8-1 因为8-1的中负载能耗和88差不了多少 但是天玑9000比起麒麟9000功耗仍然略高一些 这两者的GPU一个是中等规模加中高屏 另一个是巨型规模加中低屏 后者在非极限状态下能耗比占到一些便宜 也是在意料之中了 总体来看天玑9000在CPU峰值性能上非常出色 GPU虽然峰值性能要弱一些 但能耗比依然相当优秀 而在中等负载下 它的GPU能耗比并不如高负载这么好 但仍然相比高通具备一定的优势 至于实际游戏性能 考虑到这个CPU那么强 其实它的原神表现是稍逊于我的预期的 不过和8-1差的不算太多 应该说这两者都有达到原神60帧的潜力吧 但是谁的体验更好 还是取决于终端厂商最后的调教 这样看下来我觉得天玑9000这个表现还挺让人满意的 毕竟这是发哥第一次做高端旗舰手机SoC 一上来就可以和高通打得有来有回 甚至在能耗比上取得优势 我觉得是相当值得肯定的 如果最后零售机出来之后 天玑9000相比8-1机型在价格上也具有优势的话 那我肯定会优先考虑选择天玑9000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高通接下来一年会面临非常大的竞争压力 另一方面咱们有些老玩家可能也明白 发哥平台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其实是终端厂商的调教和优化 以前有一些发哥平台并不受一些厂商的重视 说白了就是平台竞争力还不足嘛 天玑9000这一代竞争力高了很多 这是不是意味着厂商总算可以更加重视连发哥平台 坚持去做优化和调教了呢 这个也是我想知道的答案 那这些答案就留待明年的终端级上市的时候 咱们再来看吧 由于这次咱们测试的是内部工程机 我就不更新SoC PK的数据了 包括散热部分 包括耐久测试 还有5G网络下的表现 这些我们就留到明年的零售机上再来测试吧 那么节目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 不知道你对于天玑9000这次的表现满意不满意呢 欢迎在我们的视频底下留言 觉得这期视频有用的话 请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